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位徐姓男子在15分邦担任军师 过去是酒店经济受到疫情影响赚不到钱 竟转跑到组织诈骗集团 警方在他家中不但查扣两台兵士车 还有改造手枪跟空气枪 调查发现他从108年开始就拉拢未成年当车手 用假检警的方式骗取民众汇款 不法获利超过一千万 该诈骗集团系假冒公务人员的身份 以及假冒检警的身份 在服役监管账户以及监管现金等诈骗话术 来诱骗不知情的被害人 在被害人受骗上当之后 在指挥少年车手自ATM提款 院士崩派内的军师 徐姓主贤反应快又聪明 驻诈骑集团第一次落网 其中还骗了一名退休公务员500万存款 但再怎么聪明 最终还是栽在警方手中 神秀莫和王家可爱的头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